5月19号是第14个中国旅游日 今年旅游日活动主题为 畅游中国幸福生活 从5月13号起 主题中活动选择 潮州 沈阳 石家庄 宁波 厄尔多斯 贵阳 全国六个代表城市 以六成接力的形式 依次围绕吃 住 行 游购鱼为主题 开展活动 昨天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了贵阳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8号上午 由2700余人组成的 25个巡游方镇 沿贵阳市主干道中华北路 一路前行 卢生舞 木鼓舞 洞足大哥 彩糖舞等卑仪表演 轮番登场 大家穿上少数民族特色服装 为沿街的市民 游客 进行了精彩展演 我们闪子快喊哑了 下场团围真的很好 很让人感动的 很热情的 大家一起看着他们的 对 看着他们的标牌 跟他们互动口号 真的挺好的 随着巡游方镇抵达 铸城广场 热闹的舞台表演开始了 12个充满贵州地域风情的节目 让市民游客大饱眼福 既展现贵州 贵阳的厚重历史 烟森的文化 也凸显了新时代贵州 贵阳的精神风貌 新奇创意 把多彩贵州 爽爽贵阳的独特魅力 灵力尽致地展现在 所有的游客的面前 我的留学生 然后我来这里 我是真的很开心 因为可以在这里 聊些一些关于贵州文化 以后希望可以 带来这些文化 回国宣传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